这是一般的梅花 左边那个一高一低的山叫做沙漠山 右边有些宫殿式的设备 那个就是我讲过 最高学府叫文化大学 它所在的地方就是台地 后面那个高山那就是雪山山卫 台湾五大山卫之一 台北站在脚底下 右边那边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观音山 如果你们看过李安拍的少年拍的 那个故事比较出现过那个观音山 然后101在那里 好谁挑到101 你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101 你做导游工作吗 我告诉你资讯将来对你帮助很大 底下这个地方就是阳明公园 有个停车场 阳明公园属于台北市政府的 我们上面是国家公园 如果各位对历史有感觉的话 你要站在我这位置来 为什么呢 阳明公园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草山巡管 就是停车的房子 那个旁边 草山巡管是民国38年 国民政府来台湾 蒋介石先到高雄 然后到台北 原来要原来安排的一个市民官邸 因为我讲过 它是日本时代一个留下的园艺所 要经过整理 整理时间不方便住下去 所以它住在阳明山 所以阳明山第一个住 它在台湾第一个住的地方叫草山巡管 等到第二年市民官邸完工的时候 才租到市民官邸去 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它的官邸 它一直在使用 因为市民官邸是行政方面的官邸 它靠近总统府行政院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行政方面的官邸 那阳明山这个草山巡管 是党务工作的一个官邸 因为它把这边原来叫草山改名 叫做阳明山 它是要让它革命同志 它同志我们大家都已经丢掉了 你必须叫做而行 所以它推崇王阳明的学说叫做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毛泽东也讲过这句话 就说我们的理论要经过验证之后才能兑现 这边有一个意思 好像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 市场你们最伟大的改革开放叫什么 但阳明也讲过这句话 就是要对去做 不能只讲理论 何况现在科学进一步了 所以把这个草山取名叫做阳明山 那个叫做草山巡管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它最后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它最早住的地方 刚好就历史的交配的地方 好 我现在回答这位小朋友问到101 他只告诉我101是一个承诺的意思 可是有一个奥秘的地方 我相信很少老人会注意到 全世界所有的大楼一定会取个想当当的名字 比如说山子新大楼 世贸大楼 国贸大楼 最早的帝国大象 都是想当当的名字 对不对 可是只有台湾用楼层来两栋大楼 一个是台北的101高雄的85 对 全世界找不到 用楼层来代表 这个民道的名字只有台湾有 全世界没有吧 对不对 山子新的帝国啊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对 好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要用101 101长寿意是什么 不是 告诉各位 台湾人很谦虚 而且很知道 有的人会不会知道 为什么 我们知道盖楼的科学是五指金的 因为我们原来带出了101的是第一名对不对 可是隔不了几年 现在已经变成第四了 所以步步在高升 没有必要去增这个东西 我们只增一个大家共同的认识 满分是100分 我超过100分 原来是这样子 我不跟你增102、103 也超过一定 这样的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没有多久 我增人已经排名第四了 所以我只增101 超过100 第二个更有意思了 台湾是个地震带 它在一个独立大楼 它为了一个避震 所以它是一个倒立型的 那个竹笋的样子 也没沉沉上去 那最上面有个很大的阻力器 钟摆 因为说台湾来之后 或者风车的时候 会叫车车去去 地车会车去去 它必须要平衡 所以上面有个全世界最大的钟摆 我们叫做风的阻力器 一个调整 然后它的电梯 是全世界的目前为止 还是最快的电梯 它的一个管控 要靠什么 靠电脑 所以它又是个全世界最有名的 绿色的大厦 又是绿色的建材 这三个是全世界第一的 一个是钟摆 阻力器 一个是电梯的速度 一个是绿化 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这三个 最主要靠电脑来控制 靠数位来控制 兄弟兄弟啊 数位是哪两个数字的排位 零跟一 零跟一 可是零是没有啊 就把100的前面 101101101 就代表 101是数位化最高的大楼 啊 了解了 哈哈 你 你看你搞那么多年 不想那么台湾 是全世界的唯一 有没有电 我没带出来的 哎呀 糟糕了 糟糕 我 我 我这张可以 可以充电 好 我想 两个人 请问有谁有那个 行动电 有没有电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 因为这非常珍贵 有没有人有行动电影 井子是不得了 好像装的机器一样 因为他的穿着比较多 所以这比对你 势力的效果比较大 也就是蒋先生的更透彻 他不断跟着你 跟着你会转身 连这个脚啊 你会看得清清楚 左脚 跟着你这样移动 不行你走走看 哈哈哈 更容易移动嘛 对啊 你跟着移动 一鼓来移动 走到什么 走到什么 对不对 你这对左脚 不是 哈哈哈 好了 快结束了 这个环节我看就不看了 这是一个原来是 给那个宋乃宁 他大姐安排的 那后来都过世之后 就被这个展示了 被这个图片展示了 比较特殊是这张嘛 各位请看 这边有三号人物 这是蒋介石 蒋经国 这是蒋经国最小的儿子 蒋孝勇 这个就是蒋孝山的女性 这就是蒋孝勇的余阳河 对 余阳河就是这个 就是蒋孝勇 蒋孝 蒋孝 他的夫婿 夫婿 夫婿 这边有点图片 小姐你自己看了没有 这就是正经的 二十世纪大作 蒋介石 蒋文的 被认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骗人的 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这张照片 好 我们时间关系 我带各位去看风景 请跟我来 因为这个图片 讲一张又不过瘾 讲多的话 又很靠时间 对 这个我还给各位讲一下 停到这边来 来 宋敏林啊 我给各位听听 宋敏林是来自会的洋派的家庭 他当时会弹钢琴嘛 弹得很好 可是后来嫁给蒋委员长之后 有人就说 你不能说对着我们中国人弹钢琴嘛 中国的农民 对 不可能 所以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国学 然后开始学国画 然后以他的生活地位 在于很多名师教他嘛 画得也很好 可是他从来不对外发售 为什么他是低雇人 那这个画像的话 就是 市面有画竹子 用一个叶子的方向来证明 春夏秋冬不着文字 但是你看到这次春夏秋冬 然后把拓板在那个一个玻璃板上面 非常漂亮的东西啊 好 那个一看就知道 是秋天一个月亮 看到没有 好 来我带各位看最漂亮的地方 请各位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在电的时候跟你借手机 录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因为快快没电了 剩下3 2% 刚刚有人问到草山变着阳明山 这边看出来没有 知难行义 咱们中国的科技跟思想互动啊 分了三个阶段 五千年文化里面 大概有四千多年 都叫做知义行乃 到后来工业革命之后 孙中任院这些革命之士 要推幻到满青 都是很有学问的 黄花干气色 都不是画幻之辈 都不是画幻之辈 这很有学问 都是留学生 可是秀才作乱三年不成 他等到一个某个阶段 要开始行动的时候 发现这些秀才行动力不够 所以就把这个原来知义行乃 改过来 变成叫知难行义 就是我们对国家的发展 对世界局势 对政府的改造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蓝的东西都很清楚了 现在行义的革命是很容易的 古代兰就倒过来 是叫做知难行义 可是到后来 国国内战之后 中国大陆跟台湾混得同步状况 世界在进步 科技在发达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旧习惯留下来 就只在那边谈 清谈而不去行动 所以大陆那边讲的叫什么 理论要结合实践才有效果 那蒋介石先生在台湾 他就检讨了 说第一个在阳明山成立一个 革命实践研究院 把草山改名叫做阳明山 要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就是理论跟时间也合在一起 所以两样是一样的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咱们中国武器的文化三个阶段 中间大概有四千五百年 是叫做知义行乱 到孙春山先生 为了要鼓励这些秀才们去革命 所以改过来 难道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只要革命就好了 所以叫做知难行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不能老是在清淡 进一步叫做知行合一 三个阶段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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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